警方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有假记者有黑记者 新闻自由是什么的自由呢?是不是只是记者的自由呢? 其实新闻自由是属于整个香港的自由 新闻自由是容许记者去采访 公民记者去采访 freelance的记者可以去采访 纪录片的人可以去采访 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想采访后发稿 也可以有这样的自由 而大家去行使这个自由 就是令到整个社会的一些公权力得到监察 整个社会的制度得以继续运行 这个就是香港文明社会的一些基石 现在社会的运作不仅仅有传统媒体 很多社交媒体和 自己的微媒体在法律上 没有一个标准 只有这个人可以做记者 那个人不能做 比如说警方有时候 不懂得押士 不懂得 NOW又是PCCW 未必知道有人在拍纪录片 其实就是他只需要知道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 人人都可以采访 而警方走得正站得正 他的执法没有问题 就不需要怕人在公众地方监察 现在公众对警方 对政府的信心很低 如果这个时候你进一步限制新闻自由 资讯自由 令到大家 看得没那么真 监察得没那么清楚 警方出了问题是会引来很多公众的疑虑的 太子831那个事件 由于警方当时赶走记者 到今时今日 还有各种 的谣言 警方水洗都不清 在一个那么敏感的时刻 不是要赶走记者限制记者 而是让记者 正正常常去采访 行使这个公众的监察权 903独立调查委员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